传统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不过我相信这句话到今时今日已完全不合示意 因为女性在不同行业不同的岗位上都发光发亮 不过究竟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呢 今集的节目我们再次请来 翡翠岛物业的创办人兼董事总经理Theresa火碧君 Hello Andy Theresa你好 多谢你邀请我来 知道你早年曾经出外留学 是的 不过你机会得理不二 是的 为什么呢 不容易的 因为我爸爸有五个小朋友 而我很早妈妈降了身 我姐姐又迟了去留学 结果就撞正 我也要出国留学的时间 是 比较困难 所以要争取 你真的很争取 争取 但那时候女子很乖 谁敢出声 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强的性格 我真的争取 我真的不理睬我爸爸两个星期 不理睬他 这样争取 结果呢 结果就要投降 是否投降 即是非一般的女子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说 我姐姐入大学 入大学 她其实是入四年 甚至是更长 但我自己是读秘书 我是年纪两年时间 所以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 那我就一定要争取 我告诉你 我就算会考识职 不理想 我都一定要去读书 真的是 改变一生 如愿以常 你这么坚强的性格 其实都是 很多历练去提炼出来的 例如以前的年代 可能女生就喜欢读书 听音乐 但我知道你是做女童军 是的 不是一般的女童军 不是一般的女童军 是深知童军 哇 当时早期的深知童军 是没有女生的 是 我们在那段时间就有女生 哇 所以你这个性格 就真的从世提炼出来 很坚强 很硬朗 可能也跟训练有关 因为她不是一般我们说的女童军 她们做下刺秀 是吧 一般做下攀调 但我们有一些男生的一些训练 这样都一起做 可能建立我们有一些自信 也懂得如何争取 原来是这样的 不过大家不要看Tresa这么坚强 这么独立 其实我知道你很喜欢扮靈 是的 我都很喜欢扮靈 因为你不知道我的故事 我小时候被人说我是丑笑 是呀 是呀 会变蝙王的 不要笑呀 只要有信心 除了日后 令到我觉得 衣着也是一个工具 但其实 亦是表现我们一个信心 是呀 但是呢 当初可能只是有个兴趣 扮一下美丽 令自己美丽一点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想不到变成你的商机 是呀 其实读书时也很有大关系 因为当时去到英国 是吧 我们当时读书 是真的读书才过去读 是乖乖女的 为了读书而读书 是的 那我们过到去 就在英国 就是欧洲的地方 我们看到 亦都建立了一个很强的触角 这个触角呢 就是怎样去看 什么是漂亮的 以及怎样去配搭 我觉得 无论是时装 甚至日后 我是做了装修的事 我也是觉得有个触角 是很重要的 怎样把它放在一起 就会漂亮了 因为其实你做装修呢 你能够有一个品味 还有一个漂亮的触角 其实是可以为客户增值的 是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想 其实2006年 当时呢 市道也是普普通的 我们就看到旧楼 在半山是可以翻身 但是不是化妆的 真的是做漂亮的 那我就 例如open kitchen 又或者是两个房间 变为一间房 这些都是当时 我们想得到认识的 而将它变为一个商机 其实我觉得Theresa 分享这一段内容 更加令我们想起 南海策略 就是当市场非常竞争大的时候 怎样可以 眼光独度地找到一个方向 令到你可以脱穎而出 而你扮漂亮的心态 你真是想不到 是 成为了你的商业工具 是 很多人都说 我都可以做一些品牌的代言人 是 真是厉害 我们说了很多 Theresa在商业上如何成功 不过我知道 你除了一个好老板 女强人之外 亦是一个好妈妈 其实你怎样在工作和家庭之间 取得平衡 因为这样的 我从小就经常这样想 究竟女性是否要蓬头救命地留在家 我看回我妈妈 我觉得她很伟大 大大五个小朋友 但是又没有出去工作 很多事情是很害怕的 很多事情都担心的 我就在想 女性是不是就是这样 除了女性可以在家里照顾小哥之外 又会否可以在外面 在职场上 可否建立自己的 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以及自己的成就 但是我又很明白 我又肯定了一个传统的家 女性如果我们做得不好 因为小哥做得不好 责任也是全我们 是的 说得很好 但你有什么例子告诉我们 其实你真是尝试了一个非一般的妈妈呢 我订立了一种管理学 首先我要管理一下我的时间 管理我的时间 包括我工作上 怎样 因为要知道是自己的生意 我的时间 一定要放下去 我要管理我自己的时间 包括我要见客 我要见我的同事 又要包括 我要做很多预备工作 甚至我要飞过去其他地方 去见客 见我的发展商 那些时间 一定要早要编排好 甚至乎 隐身是小哥 小哥在小时 怎样 管理 大家都有一本日记簿 写下他们做什么 我觉得 写下了 我就知道他欠了什么 没有做 每一段时间 如果在小时 一定有时间 玩 读书 吃东西 做东西 读什么书 全部我们都要管理 包括管理我们的工人姐姐 即是你的小朋友 和工人姐姐 都要写报告给你 对 写报告给我 还有 要一个沟通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不要因为他们小 你不跟他们沟通 即是说以前 我出街 我从来不会因为我出街 不告诉我小孩 说我静静地出街 我都会告诉你 我现在开派对 不过是给我们带 他们就接受 have a good time 但如果这个派对是给小孩 我都会告诉你 有个birthday派对 他知道 亦都预议了时会去 就不要静静地不安排 我想这都要好好 我将大家的心情管理一下 这就把体事上来 就很容易 非常之好 但也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令你更加珍惜 和家人相处的事 可能比人家短点 因为你工作忙 但会不会更加令大家 很珍惜相处 和浓度 是 很重要 当然 我假期有时间 我都尽量陪他们 但往往小孩都觉得你不够 有时候你可能 又不能回家吃饭 我就要他们明白 有质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非常之好 会不会是一个一盟相成 因为可能你和子女的相处 你会用管理的哲学 在公司管理你的下属和团队 又是一个管理哲学 会不会其实两者是可以 互相相互相成的 其实你都知道 我们公司一直在 将业务抗展 但我们都经过很总期的时间 我们请员工不是容易的 那怎样我们又要请到一些员工 那我们都真的要有一个 很好的管理学 即管理好他们 安排他们的时间 和将他们训练 然后去达到我们 希望要达到的一个水准 非常之好 人每一天只有24小时 但如何在这24小时之内 去为你的生命增值 令它变成48小时 甚至乎72小时的价值呢 相信听完Theresa的分享 会不会大家已经可以有一些领略呢 相信大家无论是男性 女性 来自什么家庭 什么背景 只要有信念 坚持 一样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你的理想 多谢你Theresa 多谢你Andy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再见